欢迎来到我们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关注到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在积极倡导取消消费税收 这一提议虽然能让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如服务员和调酒师受益 但税务专家却认为这一政策存在诸多缺陷 可能导致经济扭曲和巨额税收损失 甚至可能使得低收入员工之余见的公平性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拜登将在宾夕法尼亚州首次与哈里斯同台助选 展现出他们对工会的坚定支持 此次活动对于在关键摇摆州的选举至关重要 哈里斯计划在支持拜登政策的同时 关注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 以巩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 哈里斯在竞选中鲜少提及自己的性别 这反映出社会对女性领导角色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尽管她在政治上打破了重重障碍 但如今,女性的地位已逐渐成为常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希望结束对小费的征税 这一提议在选举期间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在餐饮行业工作近20年的女服务员 埃里卡·胡普斯的生活因小费而收益匪浅 她表示,若小费免税 每班次可多赚30美元以上 这对她的家庭支出将有很大帮助 然而,税务专家对此提议持反对态度 认为这一政策不公平 且可能导致经济扭曲 专家指出,除了小费的受益者 其他低收入工作者也应得到公平对待 简单地免除小费税收 可能会使得高收入群体同样受益 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Yahoo US 的另一篇报道中 乔·拜登将在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 与副总统哈里斯首次联合竞选 两人将出席劳动节活动 拜登承诺支持美国钢铁工人的利益 反对将美国钢铁公司出售给日本公司 这次活动标志着哈里斯自从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的 几项政策承诺之一 拜登在此期间的支持将着重于争取白人工 人阶级的选票 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州 尽管哈里斯在全国民调中略微领先特朗普 南华早报则总结了近期有关美中关系的 七个重要新闻故事 包括哈里斯在其首次政策演讲中 呼吁扩大就业机会和安全供应链 以及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可能影响他粉丝的周边产品 此外 报道提到了一名前民主运动倡导者 因涉嫌为北京非法代理而被捕的案件 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 支持其在南海的主一权 文章还强调了哈里斯的提名 对压抑美国人的重要性 许多人认为 这是他们声音被重视的时刻 Yahoo US 卡玛拉哈里斯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政治领域的先锋 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追求无限的可能性 然而在她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那一晚 只有希拉里克林顿强调了她作为第二位被提名女性的重要性 克林顿作为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 提到打破最后的玻璃天花板 希望哈里斯能够将其彻底粉碎 如今 女性在法律、医学和宗教等多个领域 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领导地位 许多女性已经习惯于在权威职位上发声 尽管仍然存在对女性神职人员的抵制 但未来女性在权威职位上的比例将会增加 哈里斯的性别在她的提名过程中并未受到过多关注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领导者的逐渐接受 南华早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周一表示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在确保释放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方面的努力不足 拜登在白宫与谈判团队会面之前 明确表示对内塔尼亚胡的看法 并指出谈判团队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此次会谈是在六名人质遇害后进行的 包括一名美国公民 拜登的日程也因此进行了调整 美国与埃及和卡塔尔等调解国一起 以花费数月时间推动人质交换和停火协议的达成 然而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在处理人质问题上的表现遭到了质疑 许多家庭成员和倡导者呼吁立即停火 纽约时报 拜登在被问及内塔尼亚胡是否在确保人质释放方面做得足够时 简单地回应了一个字 不 这表明白宫对以色列领导人的批评态度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了多次摩擦 尽管白宫曾希望能在7月达成一项人质协议 但这些希望屡屡落空 最新的分歧源于内塔尼亚胡坚持在停火协议生效后 要求以色列在加沙与埃及边境保持军事存在的立场 这遭到了哈马斯和埃及的反对 人质谈判的复杂局面也受到哈马斯领导人的影响 这使得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BBC报道 乔·拜登表示 美国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追踪人质交易协议非常接近 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白宫的情况室与谈判代表会面 推动加沙地区的停火和人质的释放 拜登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他在达成协议方面的努力不够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恢复了六名人质的尸体 这一视野 剑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广泛抗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萨利文 与人质家属会面 传达了拜登将在本周提出最终人质释放和停火提案的消息 人质家属对以色列接受协议的呼声愈加迫切 认为这是现在或永不的时刻 南华早报报道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 坚称他有权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 尽管他面临联邦和州的指控 指控内容包括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特朗普表示干预选举的行为不应受到起诉 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权利 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的案件中也面临类似指控 涉及他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州选举 官员要求找到足够的选票来逆转选举结果 尽管特朗普目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但他并未明确表示 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输给哈里斯 是否会无条件接受结果 南华早报还提到 美国与中国在拜登总统任期结束前 努力降低紧张局势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访问 为可能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奠定了基础 双方已同意在未来几周内进行电话交流 尽管分析人士警告说 双方的操作空间有限 但两国领导人都希望在此关键时刻稳定美中关系 避免关系恶化或军事冲突 沙利文在访问期间讨论了台湾和南海等敏感议题 强调通过密集外交管理竞争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未来的关系走向将在新总统上任后确定 但双方都希望在此期间保持沟通 以避免冲突升级 经济学人自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从乔·拜登总统的摇摆不定中夺得民主党提名以来 关于他的竞选讨论一直围绕着氛围二字展开 他的竞选活动强调快乐和爱国主义 这与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搭档J.D.万斯所代表的 华盛顿阴暗面形成鲜明对比 哈里斯的叽叽叽态度和乐观情绪 吸引了许多选民的关注 然而随着选举临近 选民们开始期待他能够提出具体的政策 来实现这些美好的氛围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情感的表达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读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以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iuDi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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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